都基内农地的容积率 发展丁哥讲一下 都基内农地总楼板面积 不可以超过660平方公尺 大概199平左右 但是我们非都市计划的农地呢 总楼板面积 假设我们盖农舍 是不可以超过495平方公尺 大概是149平左右 那发展丁哥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个蛮常见的一个问题 客人问说 我们都基内农地 一定要超过2500平方公尺 才可以新建吗 答案是 对的 你必须超过756平以上 你才可以新建农舍 除非你符合老农配件的一个情况 你才可以免除面积的限制 那都基内的农舍 我们在盖的时候 它可以大概四层楼 最高14公尺 但是如果我们是非都市计划内的农地呢 它的建筑高度不可以超过三层楼 所以都内都外还是有一些差别 最后发展丁哥分享一个很特殊的 有客人问我说 我是公务员 我可以申请农舍吗 答案是 不行 你不行申请农舍 因为你是公务员 农委会在去年有发布一个解释令 他说 公务员服务法与农民的定义抵触 所以农民跟公务员 它是一个差别太大的 公务员是没有办法申请农舍的 那怎么办呢 公务员可不可以去签约买农舍呢 其实是可以 签完约之后 你要指定过户给你的亲友 譬如过户到你爸爸名下 或是你的亲朋好友名下 或是你的谁的名下 建民登记这些都要讲好 等到公务员退休之后呢 再移转到公务员的名下 这个就是农舍的一个规范 公务员不能够申请农舍 买可以 但是不能过户到你名下 大概是这样分享一下